夜色中的巴黎迎来了一位足球巨星 著名的埃菲尔铁塔被灯光装扮成了金球奖的主题色调 今年的金球奖是和国际足联的足球先生评选分离之后的第二届评选 为了扩大金球奖的影响力 主办方特意在埃菲尔铁塔举办了颁奖典礼 这在法国足球杂志独立主办的金球奖历史中还是第一次 站在埃菲尔铁塔一层平台上的金球奖获奖者 在这个夜晚成为伴众瞩目的焦点 获得2017年法国足球金球奖的是 克里斯蒂亚诺博纳尔托 去年塞罗是在黄马的伯纳乌球场领取的金球奖 如今站在埃菲尔铁塔上 塞罗对主办方的精心安排赞赏有加 太棒了 这真是一段特别的经历 虽然有点冷 但是没关系 站在铁塔上领奖 感觉太棒了 我们很荣幸你能够来到这里 你配得上这座奖杯 非常感谢 跟我来 随后 塞罗和颁奖典礼主持人 法国传奇球星大卫吉诺拉一步至室内的颁奖典礼现场 塞罗已经是职业生涯第五次获得金球奖 这项在世界足坛影响力很大的奖项 他也追评了梅西的记录 在塞罗的家人 黄马主席弗洛伦蒂诺 葡萄牙国家队主帅桑托斯 以及众多足坛民宿的见证下 塞罗发表获奖感言 毫无疑问我现在非常开心 这是我职业生涯很重要的时刻 我很高兴每一年每一个赛季 我们都能够有这么一个盼头 很高兴去年我们取得了大分收 我们夺得了欧冠冠军联赛冠军 个人荣誉方面 我是欧冠的最佳射手 当然了 这么多奖杯对于我获得金球奖 有很大的帮助 我想说感谢我的队友们 包括黄马的队友 还有国家队的队友 在黄马的经历对于我来说很重要 当然还有很多人需要感谢 他们帮助我塑造了一个完美的赛季 法国足球杂志主办的金球奖 以自然年为评选一句 2017年中塞罗带领黄马 夺得了上赛季欧冠军军 联赛冠军 西班牙超级杯冠军和欧洲超级杯冠军 欧冠赛场上的表现尤其出色 上赛季的四分之一决赛 半决赛和决赛 塞罗五场比赛打进十球 从梅西手中夺过了欧洲金靴 整个2017年 塞罗代表黄马和葡萄牙队参加的 56场比赛中 一共打进49例进球 还有13次助攻 无论从数据上 还是团队荣誉来看 塞罗获得金球奖这一殊荣实至名归 金球奖由各国记者投票选出 按照修改后的规则 主办方不再公布最终三名候选人 而是让记者们直接基于30人的入围名单进行投票 除了排名第一的金球奖得主C罗外 颁奖典礼现场还公布了排名第二三位的球员 分别是梅西和内玛尔 不逢排在第四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